在3月22日,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离岸和在岸都跌破了关键点位,创下近4个月的新低。 这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引发的,比如近期非美货币的疲软,以及美元指数的持续上涨。 此外,国内股市的短期波动也对外汇市场情绪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瑞士央行突然宣布降息,被认为是引发市场波动的一个原因。 此后,墨西哥也宣布降息,而美联储预计今年还有三次降息。 这些都使得市场短期内的分歧和波动加剧。 专家认为,尽管短期内会有剧烈的波动,但长期来看,市场还是会回归基本面。 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水平靠近,基本面支撑更加稳固。 此外,我国货币政策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。 央行释放的稳健货币政策偏松基调,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。 专家还表示,人民币的稳定不能寄希望于外部环境,还需要经济稳定,金融市场稳定。 他们预计,央行会先降准后降息,具体时间主要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。